五花蒜苔土豆片的做法 美食不同样 相信这道菜大家一定没吃过 我平时五花肉多数都是炖着吃 你有没有想到经过慢火煸炒的五花肉炒菜真的 非常香 五花肉100克 蒜苔6根 土豆1个 洋葱半个 葱3克 姜3克 盐1茶匙 生抽1勺 1五花肉洗净 切成薄片 2蒜苔切小段 洋葱切块 土豆切片 3葱姜改刀切好 4热锅冷油 下午花肉小火煸炒至出油微焦 5加入葱姜炒出香味 6加入土豆翻炒至8成熟 7加入蒜苔洋葱 生抽翻炒至食材断生 8最后加入少许盐调味翻炒均匀即可